当地时间10号傍晚6点钟 也就是北京时间的11号早晨的7点钟 第七届美洲国家峰会在巴拿马首都巴拿马城开幕 一场历史性的会面受到了全世界的关注 在开幕式上美国总统奥巴马和古巴领导人 劳尔卡斯特罗面带微笑握手并且进行了简单的交流 虽然交流的内容就是简单的寒暄并且彼此互置了问候 但是两人的握手也都被各大媒体是不约而同的 冠上了历史性三个字 本次美洲国家峰会是古巴首次参会 也是美股两国领导人自去年底宣布开启两国关系 正常化进程以来首次共同出席多边活动 所以双方如何互动也是备受关注 那么就在当天奥巴马在民间社会论坛上表示 美股关系开始进入到了新的篇章 感谢观看